因为习近平的情形是这样 他不是十九大之后权力才稳固 是十九大之前很久 权力就已经相当稳固 所以他犯不着 以一个十九大当地分身 来做一个对台政策的一个 所谓收紧或是放松 他随时可以收紧 随时可以放松 给你的随时可以拿掉 那之前大家随时可以看到 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前 我们本节目也讨论过 什么国台办的讲话里面 只谈到这个 九二共识不见了 只谈到一中原则 然后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谈到统一如何如何 就没有谈九二共识 那习近平之前在去年 在前两年的时候一讲 应该是在去年蔡总统蔡英文 这个就职前 习近平在二月的时候讲到什么 九二共识定喊神针 你就可以想到习近平都讲 九二共识定喊神针 国台办好大的胆子 竟然把定喊神针自己给丢了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挖多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